香港反逃犯条例运动导致警察形象受到考验 如今更发生警员滥用私刑暴打病人的案件 民主党立法会议员林卓廷今天出示闭路电视画面 指控两名军装警员在医院病房虐打一名年迈老翁 除了多次掌握用尿湿的衣物演出老翁口鼻 还拿警棍捅老翁的下体 整个领辱过程持续超过半小时 香港民主党立法会议员林卓廷 今天陪同事主的两名孩子召开记者会 指控香港警员目无法记 变态无礼 在6月25号晚上 62岁的钟先生在上水醉酒后和其他人起争执 警方到场结尾 没想到最后钟先生因为袭警罪名落网 被带往北区医院 由于事主罪的厉害 情绪激动 因此四肢被绑在病床上 并安排入住单人病房 从病房里头的壁路电视画面可以看到 两名身穿蓝色军装的警员 竟然动手凝虐毫无还手之力的事主 先是用力捶打他的腹部 一直长锅 一时拔脚锅 甚至用警棍捅老翁的下体和肛门 我记得我最初进到医院在急诊室 我看到他 他是大声叫要去蛤尿 没有人肯定去蛤尿 所以他赖了 你们会看到刚才那段片 为什么那个警察 整天找他的衣服折到他的口呢 是因为赖濕了 他是要他喝回自己的尿 他是要说他这些说话的 施主孩子当晚探望父亲时 发现父亲满身余伤 但父亲一直避而不谈 只是要孩子快点回家 别留在医院 直到隔晚出院后 才交代事发经过 孩子申诉 父亲的右手无名指被折断 下体更是疼痛 他们指控施报警员 曾经动言会伤害家人 虽然两个月过去 但父母至今依然害怕出门 无奈的是 他们曾经到警察投诉科举报 却不受理 林卓廷见指涉案警员的行径令人发指 也让警队蒙羞 更让他开始怀疑 在反送中世卫运动里 落网的港民当中 是否有人经历类似虐待 他也强调 闭路电视画面显示 曾经有一两名警员 在虐打过程中进出病房 却视而不见 这足以触犯公务员行为失当的罪名 投诉科举和监警会的制度 一定要彻底改革 必须独立于警队之外 不可以继续自己人 查自己人 和监警会必须 在委任社会上 具公信力的不同人士 加入作为监察和制衡 林卓廷随后强调 会把收集得来的证据交给警方 要警队高层马上下令 让所有涉案警员停职 接受刑事调查